第二個問題 另外一宗偉拜很熱的就是薄熙來那件案件 這件事有什麼啟示呢? 有況有問題 到現在為止 我們就當這個體列續劇這樣看 都挺精彩的 看到連國家領導人都沒有教養 很棒的 跟別人說我老婆被暗戀 沒有教養 沒有修養沒有教養 四個字形容 不知所為 共產黨員大部分的幹部都是不知所為 但他都進步了 就是整個案情都公開審訊 公開審訊他有少少裝了薄熙來彈弓 裝了彈弓 他已經退一步的罪名告他很輕 你大佬你信不信過起來會得二千幾萬 不知所謂 肯定不止了 二億都說笑了 不是說證據 有些沒有證據 但他都要把證據撥到二千幾萬 但他就製造氣氛讓他不認罪 因為你不認罪 再碰你有罪 可以加重液合 所以裝去彈弓 你不認罪 但他也可能不認罪 但他有可能不認罪 他有機會平反 如果你被批准了 將來就很難平反 你認罪 將來轉潮換代 或者有什麼政治的變動 他自己有上場 他不敢放你 你認罪 你不可以特赦放他 但如果你是政治犯 我是特赦的 所以他就特意裝他 有些裝他的蛋糕 讓你死撐 有希望減輕罪名 之餘死撐到底 而且你看到他們的庭審 很好笑 很好笑 不是啊 連那兩個庭警的編號號號號 好像找些棄置佬來扮庭警 老林 是不是搞笑 所以就是說 所以我們不是說 這個不是一個正式的國家 是一個地盆 中國共產黨 就是你有這個地盆 帶著一個地盆 還是一個黑幫統治 似乃似幫會文化 是一個地盆